我這邊也是已經把它塗了顏色 反正這個顏色要加什麼顏色自己再去設定好了 我這邊是設定一個那個綠色的底 然後這邊是淺綠色的底好了 自己再加個框線 這邊有框線嘛 反正你要怎麼加框線自己再加上一個框線 那我們剛剛做的就是再加個按鈕 99乘法表 那這邊的話 沒有我這邊 打太多了 應該是9 應該是到10 我打到1000 OK 再重來一次 這邊把它刪掉一下 OK好 清掉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輸出 OK 就完成了 剛剛的部分 但是這邊有個變化題 不過這個難度我覺得還蠻高的 首先第一個 99乘法表 能夠被刪整除 什麼意思 它的結果裡面 能夠被刪整除的 這些 有沒有 369 這些 也就是說 只要能夠被刪整除的 我希望怎麼樣 希望幫我換個底色 然後呢 字的顏色也換一下 反正就類似就是說 我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這樣按下去 自動幫我怎麼樣 底色換成黃色 字的話換成紅色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怎麼樣 可以完成像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裡面需要做哪些的程式修改 其實這個地方呢 應該前面也寫過了 都有做過 只要在回圈裡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是兩重的 就是if else if是什麼 如果什麼樣的條件 如果最後的這個結果 它會被整除 這個結果 整除的話 那整除 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 還好 你可以 為自己 自動幫我們 的人 整理 有人 每當時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